哈喽 太大声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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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首快意让你 很快乐的歌 他吃你喝酒的歌 我嘻嘻嘻嘻嘻嘻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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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哈哈哈哈哈哈 哈喽哈喽 大家下午好 大家喝茶了吗 不闪不适 3点3的时间 大家都在喝茶 对不对 哈喽哈喽 今天推荐大家新歌 很可爱的歌 有人吗 有人进来了吗 来了我们四点半的时间了 这首歌叫做好笑歌 哈喽哈喽 来我看谁进来了 看得到吗 哈喽哈喽 还没有看到 还没有看到 哈喽哈喽有人在吗 哈喽哈喽 请大家把我的这个live呢 学习大家的growth 今天我继续跟大家分享 哈喽哈喽 好惨有你呀 有你真好 那我知道我的live是开到的 突然间爆声九个人十个人就给了 哈喽哈喽 哈喽可爱吗这首歌 哈喽哈喽哈 我一起 让大家很重要的 保持开心的心情 能够增加免疫系统的 你看我们的最厉害笑的 Rex进来了 佛海 亲衣也进来了 他们的Rex和亲衣的Live 就会是在早上10点半的 我的Live就在傍晚4点半 所以我们都是定时 在线上和大家 一起啦 是的 口译叫做好笑哥 Hello Elean对的 Hello 大家都可以把我的今天的这个 把我的这个 这个接着下来要分享的呢 就是第三个部分 应该是明天就会去到最后一个部分的 这一本书里面的一些内容 NOS 我的Alarm在提醒我 如果我没有进到来的话 他就要提醒我 所以呢 我要讲什么 所以今天就是继续 这个第三个部分的 所以你看到吗 我的那个书签呢 越来越多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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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明天应该就会给大家做这个 这一本书的这个总结了 所以我们已经做了第二个部分 如果谁刚刚进来的 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的话呢 我们还是讲这个 别让不同营养学的医生 害了你 然后这个写的这个作者 他本身就是医生 然后他写这本书的目的 就是Eye Catching 让那些医生 让其他的医生 也能够看这本书 因为我觉得哦 我觉得啦 我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都觉得 哇 不懂意思 好像好像很 好像很夸张 那样 好像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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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什么 像这个内 这个topic嘛 对不对 所以就会拿来看哦 的确啦 这一本书是纽约时报 最佳健康的这个畅销书 而且他已经畅销了好多年 大家都可以在市场上 找到这本书 所以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呢 就回去看我的 之前的第 今天是第几集 之前的前两集 我第一个部分的第二个部分 今天是讲这本书的第三个部分 这样第三个部分呢 就从这一个 之前我们讲到第九章嘛 所以我就从这个 接着下来的章节 就是讲什么的 接着下来的章节 讲的是癌症 就是讲这一个氧化压力 因为在这个 作者医生一直讲 强调的东西 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这一个饮食习惯 然后我们的压力 然后我们一些 生活饮食压力 空气的 就是我们控制不到的 就是外在的这些factor 包括我们内在的这一些 我们自己 其实我们都可以control 但是我们没有去control的 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些 隐形的这一些压力 造成了我们身体 长时间 有这个叫做 氧气压力 就是free radical 在我们的身上了 所以这本书最主要讲了 很多的这一种 它里面有讲到 17种不同的这些文明病 然后为什么这些文明病呢 都可以通过 如果我们认识 什么叫做氧化压力的话呢 能够做这个自我调节 和能够达到这个健康的水平了 刚刚进来的朋友 大家可以拿一杯茶 一杯咖啡 然后或者是一边吃蛋糕 下午茶 一边来听 OK 所以接着下来的章节 讲的是这一个 怎样去预防通过 这个食物疗法 就是nutritional medicine 食物疗法和癌症 他的这个章节讲的就是 所以他其实在这本书 这个章节讲到的就是 其实在过去 过去的这一个 过去的日子 我们应该对这个癌症 一点都不陌生 因为其实到现在呢 癌症的这个名字 越来越普遍 越来越普遍化 而且有不同身体的部位 造成不同的 这个癌症的这个学名啊 例如说肺癌啊 肠癌啊 脂肱筋癌啊 乳癌啊 等等 其实是因为这些细胞 病变在某一个器官的部位 所以就用这些学名 来命名癌症 但是一个common来讲的话 其实癌症 他这里要讲的就是 其实癌症呢 最主要的这个 他和他的原因呢 他这边有讲到啦 看到吗 癌症和他的原因 还有就是氧化压力的 这一个氧化压力 是癌症的真正的原因 是通过这些研究 所找出来的 所以其实我们的 他讲很简单的 他在这里举一个 非常简单的例子 其实我们每天看起来 很简单 每天在做这个任何事情 吃着任何的东西哦 其实都是很理所当然 是好像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其实我们 在做着的任何东西 和吃着的每一件事情 吃着每一件食物 都可能造成我们 有这个癌症的风险 所以例如说 在阳光过度暴晒 会增加皮肤癌的可能性 因为这个阳光嘛 而且这个包括如果 吸二手烟啊 吸烟啊 然后或者是肤色啊 如果我们这个工作环境 是非常高 chemical的等等 或者是我们吃的这些食物的 这一些脂肪 还有这种糖精 胃精的这一个 非常高的话 其实这些 这些化学成分呢 在医学界来讲 其实都是已经是认真了 是能够导致我们身体身上 有这个致癌物质 所以能够增加我们 患癌症的这个可能性 在作者医 医生已经讲 所以我们要从 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生活里面呢 去探讨和去找出 那一个主要的原因 因为我们每天生活嘛 好像我在看的时候 其实也是对啊 我们每天在做这东西 我们在接触的 我们用手机 我们用的这些 我们吃的 我们喝的 其实就是理所当然 口渴就喝水咯 对不对 然后肚子饿就吃咯 但是我们没有 更深层的去思考 到底这个食物的来源 它的这个营养的成分 好不好 通常我们都是注意什么 我们注意的是口感 好不好吃啊 是不是很多网红推荐啊 哇这个应该是 啊这个这个top rate啊 然后它的那个star啊 可能是4star 5star 然后你就会去买 但是我们去买的时候 没有看这个 哦这个 因为这个东西的 这个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去买 对不对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 都是在我很多 很多的这些致癌物质 它其实是已经在 我们的生活里面 不知不觉 已经在危害着我们的健康 只是我们不会发现到 所以他要我们 他在这本书开始讲到 我们要自找出 那个真正的原因 包括我们自己最清楚 知道我们的生活环境 还有我们的饮食习惯 都从这些生活去着手 所以其实这个氧化压力 已经是认证的 是这一个癌症的 这一个主要的这个原因 所以在很多的 这个医学的这些报道啊 很多这些文章啊 等等 这边其实有提出的 几个当代化学医药 医药的这些杂志上等等 其实都都在讲着 癌细胞是通过 我们的这个皮肤 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些细胞的DNA受损 然后它开始分裂 然后我们的 如果我们的这个健康细胞 它开始分裂 它开始成长嘛 对不对 那就是一个健康的细胞咯 但是当我们的这个细胞的本身的 那个根本的本质 已经被破坏了的话 它就是一个已经被破坏了的 这个细胞 但它在复制的过程里面呢 基本的这个自由基 已经破坏了我们细胞里面的 这一个DNA核 核啊 那个叫核嘛 就是这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DNA核 看到吗 DNA核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的自由基 已经破坏了我们的这个DNA核的话呢 其实我们接着下来被复制出来的 这一些细胞呢 其实都是病变了的 所以当遇到这个自癌物质的冲击的时候 身体 当然改我们在 之前我们的 我在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有讲到的 我们身体有一个mash的部队嘛 对不对 就是那个野战医疗部队 我们身体里面就有了 它就开始去修复 被破坏了的DNA咯 但是当氧化压力越来越多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去注意 然后越来越多的时候 自由基的破坏 大过于修复的 修复的作用啊 就是你看 自由基的破坏 也在破坏 然后也在修复 这里破坏 这里修复 这里破坏 这里修复嘛 但是因为破坏的速度 大过那个修复的作用 就变成了这个 我们的这个细胞的 这个DNA突变的话呢 然后它就开始 结构性开始已经改变了的话呢 导致细胞不正常 不健康 当这些细胞继续复制的时候呢 就开始 久而久之 长年累月 长时间的情况之下呢 就开始 多进 什么 多极的进程啊 就是 就是 Fu Level Upgrade啊 到呢 已经演变成了 这一个癌细胞 当它越来越多的时候 越来越大的时候 在身体 越来越久的时候 就变成了这个癌症 而且 医生作者 其实这边也讲到哦 癌症是一个 通常都需要经过 数十年 听好哦 是数十年去完成的 一个 一个 一个成果来的 它是这样说 它不会是因为上个月 昨天 前天的事情 这里已经讲了 癌症 这个 这个 医生研究 研究发现 医生的这个研究发现 看到 这个癌症 通常都需要 数十年 不是十年 二十年罢了 就是几十年 去累积而成 然后长期的 氧化压力 就是Free Radical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所以呢 通常如果 癌症在成年 可能需要 二十年 甚至要三十年 变成 注意 就是很严重的 所以 而且 以现在的 这一个 以现在的 这一个科技 发现的话 发现了 发现那个 癌症细胞的时候 通常都会 比较辞了的 因为还没有 更加敏感的 这些科技 去发现 当这本书 已经写了 已经出了 差不多 2002年 现在2021年 差不多接近 二十年 所以现在可能 有更先进的科技 但是我相信 也是需要 很昂贵的 这一个医药费 或者是医药的 这一些科技 才能够诊断出来 所以研究者一直相信 基因异常 是造成癌症的 这个根本原因 这样为什么 基因会异常呢 就是因为 长时间的 这一个 氧化压力 就是free radical 实际上 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 很容易受到 氧化压力的 这个伤害了 所以通常医生 都会在癌症 进入到最后一个阶段 才可以诊断到 它的真正的存在 但是哦 但是这个医生 医生作者也讲哦 其实越晚 越晚发现啊 看到吗 越迟发现的话呢 其实就越花钱 要越长的时间 去diagnose 去战斗 去放腰 可能要经过 不同的这一个阶段 包括 有些是chemo 有些是radio 有些radio 可能是用科技的 有些radio是吃药的 等等 它是要用不同的方式 不同阶段的方式 让我们的身体 去test看我们的身体 这个免疫反应 还有在吗 如果还有的话呢 它就可能用一些 比较 比较初期的 这一些 放射方式 让我们的身体 去react等等 所以其实 讲到这边的话 其实我有一个东西 要跟大家讲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身边 有没有一些人 有没有一些朋友 或者是有认识一些朋友 曾经有一些 就是我们接触过的 这一个朋友 有癌症的朋友 大家有吗 如果有的话 大家都可以写下来 然后我这本身呢 在保健的这 这十多年了 这十六年里面呢 其实 我看到最 我看到很多 不同的情况 和不同的状况了 其实我觉得 癌症还真的是 当然现在很多人 很怕的其实就是 covid嘛 对不对 因为怕它的 那个传播率 就是影响我们的肥嘛 呼吸嘛 那其实癌症呢 是我看到这么多的 这一个 健康状况里面 最痛的一个 癌症是 痛到打了麻痹啊 麻痹啊 打进去了 就是为了止痛 但是打了麻痹 全身的骨 还有所有的 这个皮肤 也已经变色了 因为 在做这个放射治疗的话呢 我看过 上次我的这个顾客的 这个鼻癌啊 那个鼻癌的时候 是这里啊 整个是 完全因为做这个 这个 radio的时候 这里整个是黑了的 然后皮肤也开始变这个 因为血血环不好 然后完全色变 然后打麻痹 止痛药已经是 不能够去止痛 那个癌症病患的痛了的 所以我真的是 看过啊 癌症的朋友啦 是真的是痛到 他们不是因为 癌症而觉得怎样 而是因为那个过程哦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所以你想象啦 其实我每次哦 每次我自己本身 因为曾经啊 有这一个肺部感染 和这个 Kidney infection的 这个过程 所以Under Medication一年哦 所以我每次进出 进出医院的时候啊 其实我都可以了解 失去健康的那一种 无助和那种担心 所以癌症 其实真的是一个 每个人都觉得 非常非常可怕的 对不对 真的是 真的是啊 所以健康 可以预防的话 就要预防 所以要怎样预防癌症 看到吗 他这边就写了 怎样预防癌症 他这边就讲了 其实我们当我们可以 这个作者医生 他就开始跟我们分享了 其实当我们理解了 癌症的根本原因 其实我们就可以 从根本去找说的 我们已经知道 养化压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 我们可以通过 除了治疗以外 如果我们没有癌症的话 我们就懂得 讲去预防 这样如果真的是 如果我已经得了癌症呢 怎么办呢 对不对 这边后面 其实有一个 其实这一个 在医生的章节 另外一个 下一个章节 还有讲到的 如果我得到癌症呢 怎么办呢 等一下我才继续 所以我才讲这个东西 这样我们要讲预防 半健康的我们 或者是处于 我们认为我们 真的是属于 没有太多健康问题的我们 其实我们应该要怎样去 去照顾我们自己的身体 就从我们的生活 平衡开始 包括我们的饮食 包括我们的水分 包括我们的心理状态 然后知道 就是应该要 应该要睡觉的时间 就要睡觉 应该要运动的时间 就要运动 确保我们有足够的 抗氧化的食物 进去我们的身体 所以蔬菜 水果 这些都是高抗氧化的 这些食物来了 而且报导 其实也是有讲到 有很多的 这个研究报导 其实有讲到 其实你 吃很多蔬菜 水果的人 身体是属于 比起一些 吃大量肉类的人 他的那个减低的风险 是两到三倍 是这个作者医生讲的 两到三倍 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所以在这里也 呼吁大家 可以的话 就成为这个素食者 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 吃素 吃了 我看八年到九年 我的孩子一出事过 我就吃素到现在 我不是100% 纯素的那种 就是不是因为 并不是因为宗教的情况 我是因为 要让身体 当然是因为 第一个原因 其实是因为 environment friendly 然后当然另外一个 就是要让自己的身体 真的是够出一个 完全可以去 让身体进化的一个 因为我从小到大 身体有很多的 健康的状况 所以我就跟自己讲 不如我就吃素 我就开始吃素 不知不觉我就吃了 然后我发现到 在过去的 如果不会吃素的人 可能身体就会开始 营养失衡 然后我就学习 所以在这八年 我觉得我的身体的状况 精神状况 真的是越来越好的 真的是越来越好的 我的40岁的身体 比起我25岁的身体 其实真的是更好的 OK 所以在这里呼吁一下 所以当然这个医生 做家其实也是鼓励我们 多次高抗氧化的食物 其实高抗氧化的食物 很多都是在于 蔬菜和水果 所以要怎样减低 第一个步骤 想去预防 就是减低那个风险 第一个 如果你是抽烟的话 马上戒烟 然后如果你的工作 是很长期的 这个暴晒的话 减少暴晒 然后第三个 就是减少食物中含量的 这个动物脂肪 非常的高的 这些食物 第一个 就是要减低 第三个 就是注意 这个 这个食物的 这个刺的过程里面的 这一些煮的 这个过程 煮的这个过程 是不是煎炸 爆炒的 这个 因为这一些过程 就会让这个食物变质 就会有这一些 很多的 这一个 这个叫做 自油脊 这种就是氧化压力 所以这里 这个医生作者 就跟我们讲了 这四个是最直接 我们可以做到的 就是说 有抽烟的人 可以直接戒烟 这次是马上可以做到 是啊 马上可以做到的东西 OK 所以 他就在这里 第二个东西呢 就是 最大程度的 增加身体的 这一个 抗氧化 和免疫系统 看到吗 预防的第一个 减低那个风险 那个风险里面 有四个东西 刚才我讲了了 预防的第二个步骤 就是最大程度的 增加身体的 抗氧化 除了我们减低 不要抽烟 然后减少热晒 减少这个食物中的 这个含量 这个动物脂肪的 这些食物 还有那个烹饪的 那个 注意这个烹饪的 这个过程 第二个呢 就是 增加身体的 这个抗氧化的 这个食物 然后当 他讲 我们不可能 避免接触 环境中 所有的这些 致癌物 或者是化学物质 我们也不可能 也不可能 对每一样东西 都好像身经兮兮 疑神疑鬼 这个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里面有什么 也不是这样 我们要生活 要平衡 所以医生 其实这个医生 做假 其实也是这样 所以不要 对每一样东西 都疑神疑鬼 或者是对那个 食物里面 有什么东西 疑神疑鬼 我们要懂得 知道 我们就能够 能够平衡 所以我们要懂得 从哪里着手 最好的策略 就是不要去逃避 然后去增加 从我们的 健康饮食开始 所以第一个 他的建议 所以他其实讲 癌症研究专家 这个研究专家 这个Glade Blocks 的这个医生 在世界各地 已经进行了 172项 关于饮食和癌症 饮食和癌症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这一个研究 其实已经造成了 一个就是给我们 一个很健康的 这个logic 我们吃什么 我们就是要造成 我们身体 一个健康这样的水平 但是这个研究 这172项的研究 发现到呢 真的是食用水果蔬菜 抗氧化之主要来源的人 他得到癌症的可能性 相明显的比较低 而且最少低于两到三倍 就是改我讲的 这个是一个完整的 这个报道 所以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专家讲的 所以我们不能看 我们不能看广告 我们要看的是报告 然后这个另外一个 这个癌症专家的 这个医生 其实他在接受 这个美国杂志的 这个访问的时候 其实他也是讲到 食用水果和蔬菜的人呢 他其实他的身体的 这一个每天浮食 五样到七样的水果蔬菜呢 就能够几乎把我们的身体 几乎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种类的癌症 可以减掉一半啊 所以每一天 有没有吃五到七种 不同的这个蔬菜水果啦 啊在这里呼吁一下 所以每一天 吃素吃素 是不是全部吃青色的 不是 每一天都可以选择 五个颜色到七个颜色 以上的这个蔬菜啊 水果啊 芊蕾等等 所以都还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还有蛋白啊等等 所以健康的饮食 绝对是我们身体 最好的保护 而且呢 医生开给我们的任何药物 都不能够取代 我们当然如果生病 我们要不要吃 如果我们生病 要不要吃药 要 但是呢 不能够有这个错误的迷失 迷失就是吃药 然后取代我们的这个营养的 这一个或者是补充 身体需要的这个能量的这个来源 而吃药呢 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就是吃药呢 是因为我有 OK Let's say我先上风 我吃上风药 或是我敏感 我吃敏感药 那个是为了 要让我们的身体抑制 不要更加的严重 同时 它不是用来取代 我们身体 需要补充能源的 这一个饮食 所以我们还是要从食物中 摄取我们身体 所需要的营养 然后当然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的 这个饮食呢 其实在我们的 一般的这个饮食 不能够摄取的话呢 其实我们可以选择 高质量的 这一些 营养补助品 所以强化免系统 包括大量的喝水 大量的蔬菜水果 高纤维的 低脂肪的 这一些选择 这样哦 所以这一个就是第二个 第二个他讲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 这些都是专家的这些报导 发现到 其实真的 这一些 我们的饮食习惯和癌症 它是有细细相关的 这个原因的 然后第三个呢 其实就是强化 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了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做到 该还医生 这个作者医生 建议的这两个 其实我们已经让自己的身体呢 坚低50%的这个风险了 所以在线上的大家 恭喜大家 其实是很容易的嘛 对不对 如果要 如果跟着做的话 是不是很容易 就从现在开始 就从这个FMCO 刚好你有这个缘分 看到我的live 听到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我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时候 开始学习 从我们的生活习惯去 去找所 然后第三个呢 它就讲了 就是增加身体的 这个免疫系统 所以怎样去增加免疫系统 其中一个 它一直强调的 其实就是 不要抽烟 因为抽烟就是 最多 最容易得到 更多的这个 free radical 最主要的这个来源 所以这个章节 它其实讲到 我们身体 其实需要 很大量的 这个不同的 这个维生素 维量营养素等等 所以其实还有讲到 Beta Beta-Holobo素 维生素E 维生素A 维生素C 维生素B 等等 然后其实我就想到 这边的时候 其实我在看的时候 我就会想 其实我们都在吃的 就是 其实我们在吃的 来我置入广告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个蓝藻 为什么 我觉得蓝藻是 很简单的 这个选择 因为蓝藻里面呢 就有四十 四十六种 必需营养 然后其实它里面 有超过 百多种的营养素 百多种营养素 然后我们身体里面 所需要的四十六种 必需营养 都有在里面 所以而且我们的蓝藻 是从日本进口的 所以肯定是属于 这个高品质的 营养补助的选择之一 OK 所以这样如果 这边这个章节 这个章节就讲说 如果真的是 得到了癌症 怎么办呢 这样如果得到癌症的话呢 无论是末期 初期或者是晚期 就是 无论是初期 中期 或者是晚期的 这个病人的话呢 当然一定要 根据这个医生 所建议的 这些疗法 去做这个 做这个治疗 但是我们 我们要知道的就是 进行这一些 医药的这个疗法 它还是对我们的身体 有在 它是有一定的 这个 它有一些 它有一些 它有局限的 还有limits的 因为它只是帮我们 让所有身体的 这个好的细胞 或者不好的细胞 全面的这一个 杀掉了 过去 然后让我们的 自己的免疫系统 重新再生回 就是 重新再复制回 健康的这个细胞 所以这个就是看我们 吃什么东西 所以营养辅助品 或者营养品 食物啊 水果啊 我们吃的那个质量呢 也让我们的身体的细胞 能够复制出 健康的细胞 蓝藻真的很好 我的孩子最爱 是啊 我的孩子也是每天用来咬 有牙龈啊 帮助牙龈 其实非常的好 帮助骨骼也是很好 然后如果别多动 其实吃蓝藻也是很好的 OK来 然后接着下来就讲了 所以你看呢 为什么 他就讲 为什么 这样很多人 就开始有这种疑问吗 为什么 为什么吃这个高抗氧化的 这个食物啊 蔬菜啊 水果啊 包括这一些 高抗氧化的 antioxidants range的 这一个supplements 为什么能够帮助到呢 其实他就开始 在跟我们分享了 为什么他可以这么有效 他就开始讲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身体 临床验证结果显示啊 这个不是我讲的啊 所以这是专家讲 临床验证结果显示 癌细胞对抗氧化制的 吸收方式和正常的 细胞方式不一样 所以健康的细胞 只会适量的吸收 他所需要的这个抗氧化 antioxidants的 这个去到他的 去到这个身体里面的 所以 细胞营养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一环来的 然后这个antioxidants的 这一个supplement 能够帮助消灭癌细胞 癌细胞是最怕的 最怕的就是 最怕的就是氧气 最怕的就是营养 因为他们不是friend来的 他最喜欢的呢 就是自由基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清除身体的自由基 然后又可以服用呢 高质量的这一个抗氧化的 这一个食物的话呢 肯定的我们就能够 让身体更健康了 然后过的时候 他就开始讲了 癌细胞会持续不断的 吸收这一些 我们吃进去的这一些 营养品和辅助营养的话呢 这种量吸收的话呢 行为实际上会导致 癌细胞更快的死亡 所以能够保护我们的健康的细胞 减少放射疗法和化学疗法的这个伤害 又可以帮助消灭这个癌细胞 同时又能够让我们的身体的这一个 这一个细胞更新的更加的好了 又通过营养的这个方式 第一个优点 所以第二个呢 而且抗氧化的就antioxidants 我讲抗氧化物质 其实就是antioxidants 因为它的翻译是华语 我讲到嘴巴有点打击 antioxidants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呢 重建一些 不是一些 就是重建好的这个细胞 所以它其实 这个作者 医生 他其实有讲说 其实呢 更加能够实际上达到 这个双赢的局面呢 就是用这个化学和这个放射疗法 能够大程度的这个发挥作用 同时 我们又能够吃这个 这个好 这个antioxidants 这些食物的时候呢 它能够对健康的细胞造成的副作用和伤害 明显的减少 这些都是临床的这一些实验来的 其实你们找这本书的时候 你们应该是可以听 看到一模一样的 然后他就开始开始讲很多 他自己的 他自己的这一些临床 其实这个医生很厉害的 他进行的这一些临床的这些病人 在他已经跟他自己的patient 千多两千名 进行的这一些 这一些双管旗下的这一些 clinical studies report 让这一些病人 他真的是go through medical的孔石 然后也给他们 建议他们 在市场上找一些高质量的这一些antioxidants 让他们的身体服用 然后看身体所造成的这个变化和帮助 哇 我只是讲这个 我看我的时间 我讲这个癌症的部分 已经差不多 健康癌症 差不多讲了这一个29分钟 所以我还可以讲另外一个章节 叮叮叮叮 你看 我可能要明天才可以continue了 因为其实下一个要讲的 要讲的这个就是 自体免疫疾病 OK 这个章节就讲的就是 我们的这个autoimmune system 红斑蓝肠 就是那个 sorisis 然后或者是气喘 等等 就是因为我们的自己的免疫系统 所造成的这一个免疫问题 给我们的身体 他这边一个 这一个我觉得这个 他的第一个 他的第一个phrase 他其实在讲的时候 我再看一下 因为其实这个我觉得很特别 这个章节还有讲到一个东西 叫做 就讲多 最大的优点 其实就是我们最大的缺点 我们最安全的地方 就是最危险的地方 所以我们身体 其实是非常的 非常的感恩 我们身体有一个自然自育力 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 但是当我们的免疫系统失衡 或者是他autoimmune system失衡 就是lost parents 的话呢 他其实就会attack我们自己的身体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一些 这个红白蓝症啦 然后sorisis啦 这一些 enzyma啦 这一些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 自体免疫攻打 自己的身体 然后这个 接着下来的两个章节 我有兴趣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一个就是这一个咯 另外一个呢 就是 哎呦 我的 failure 就是这个糖尿病了 而且这个哦 祂的主题是这样哦 注意 千万不要跳过这一张 即使你从未诊断过为糖尿病患者 但是你千万不要跳过这一张 所以你想象呢 这一句话 就已经想要让我多跟大家分享这个 part了 所以可能我明天才 grants new 我觉得 我觉得刚才讲的那个 刚才讲的那个张杰 他其实真的是蛮长的啦 在讲这个部分 而且 这个医生作者 其实一是跟我们讲 怎样由来 然后讲预防 然后他的病变过程 还有我们讲通过 就算我们讲通过 服用这个 High Antioxidants的 这个食物和产品的话呢 营养辅助品呢 能够让我们的身体 有机会 减低那个风险 甚至回去 优质化我们身体的 这个状况 OK 差不多哦 你看不知不觉 就半小时了 所以我希望我明天 就可以把 更简略的 更简略的讲 最后一个部分了 因为其实 第二个部分 糖尿病 可能可能真的是 还要多一几 另外一个呢 就是营养药物了 看到吗 最后一个部分的 就是营养药物 营养药物的就是什么 就是用营养 Nutritional medicine 通过营养 就是做到 Neutrophotical 就达到这个 药物的这个疗效 在我们的身体上面了 so 应该就是差不多了 我觉得今天的 今天的这个部分 我们好不好明天 continue 哇 谢谢留守在线上的 所有的大家 大家都是对自己的 这个健康 是非常负责任的一群 我看到大家都一直在互动 然后因为我怕什么 你知道吗 我其实是很想读你们的 comment 我怕我的眼睛一斜了 我过去试试 我就不知道 我只能看到哪里一行了 因为里面的知识 秘密麻麻 小小个的 所以我看一下comment 我就看回来 你要知道了 我呢 是有一点年纪了的 所以有一定的老花 所以我现在看到大家 一直很努力 带自己身边的朋友进来 看了这一个 所以明天同样的时间 我跟大家再先上 四点半 再跟大家分享 后面的这一个章节 OK 今天 应该是今天就到这里为止 然后好不好 我们要不要听一首歌 刚刚进来的 可能还没有听到 刚才那首歌 这首是我最近新发现的歌 叫做好笑歌 很快乐的歌 大家可以去YouTube 可以去YouTube search这首歌 叫做好笑歌 好笑歌 很可爱这首歌 好了 应该今天跟大家的时间 就到这里 大家继续每一天 保持笑容 保持开心 保持积极 然后呢 什么远离抗疫疲劳症 让大家处于最巅峰 最开心 最积极的状态 让健康越来越加分 OK 所以应该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